0403地震余震不斷 花蓮地区从昨晚开始就震个不停 凌晨2点多连续发生两起规模6以上的强震 俏城位在中山路 整修中的富凯饭店软角倾倒 路口监视器也拍下了恐怖瞬间 城东大楼往前倾斜大量的粉尘窜出 救难队在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 索性经过确认饭店里没有人员受困 凌晨2点26分 花蓮接连发生两起规模6以上的强震 瞬间天摇地动 只见位在中山路上的富凯饭店 竟然整栋楼下沉还爆出火光 接着更往前倾倒 现场扬起大量严惩 都不能睡啊 没办法睡啊 凌晨的时候就特别大 那现在就是有楼倒塌 这一阵下坏所有居民临近住户 夺门而出就怕遭到搏击 有关说确实履格 大批搜救队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就怕有员工或是旅客受困 索性饭店本来就在整修没有营业 也没有人员在里头 但过前当中又好几度碰上余震 又来了 0403地震余震不断 花蓮地区从22号下午开始震不停 23号凌晨接连发生规模6以上的强震 酿成整修中的富凯饭店软角倾倒 策略出来的周遭住户 一度想回家拿重要财物 警方赶快冲上前置制 你怕危险啊 真的啦 这是我的什么 等一下啦 你先出来一下 我先坐一下 包含林房居民和知名店家 钢管红茶的业者都连夜紧急预防性撤离 一大早幸福也赶快关聚周边道路 很错乱也非常惶恐 全花莲没有人有办法睡觉啦 我们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们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 覆盖饭店位在市中心跟邻近房舍都很靠近 周边店家陆续撤离生财工具 济世评估饭店倾斜大约12度 后续有倒塌风险已经开始拆除作业 早上会先拆除周边后置登杆再断电 也会同步进行填土 确保后续拆除安全 将比照天网新大楼拆法 预计两周完成作业 在这个市场四十几年 昨天晚上三点多就来啦 一直到现在也是担心 看能不能抢救什么东西回来啊 就是等他们说可以进去赶快弄的东西 就赶快弄出来 旧帕大楼继续倾倒 相关工程单位加紧脚步 零四零三地震灾损还没有恢复 余震又重创花莲 当地民众只希望别再酿成灾害 既成见花莲采访报道